今天研究第三 对上师生气的罪业 就是对上师不高兴 对上师不满意 对上师气在心里 或者是表现出来 他有什么罪业 做儿女的对父母生气 对父母不恭敬 对父母生气 认为父母不公平等等 我们都看到这人 有很多的灾难 很多的病痛 肉体精神上都有 还有很多的所求不得 比如说他的事业不顺利 家庭不顺利 后来自己当了父母 自己的小孩也让自己 就是非常的悲痛 自己的小孩也常常 忤逆不孝 就现世报了 对父母的夜报过患尚且如此 如果对上师生气 他会有什么罪业呢 在十轮密序 这部电集他讲 对师动怒一刹挪 一劫善行全摧毁 数劫堕生地狱等 恶道遭受身重苦 十轮密序他讲 对上师动怒一刹挪的世界 一瞬间 我不高兴上师 我气上师 等等 或者起了这样的称心称念 一节善行全被毁 你一节修行所累积的功德善行 统统都被摧毁了 取消掉 数劫堕生地狱等 那你会好几劫生在地狱中 地狱等 就是大大小小的地狱 还有所谓的三徒 恶鬼道 畜生道等等 恶道遭受身重苦 堕入恶道遭受很多身重的痛苦 所以我们在地狱规则有读过了 踏无怨 对不对 被父母尊长责备乃至被打了 都无怨 是不是 那怎么对上师会生气呢 起称恨呢 所以这个就是学佛修行的人 就是要把持自己的信念 很重要的修行 所以对上师动怒一刹 毁掉一劫所修的善行功德 所以称恶是恶中之恶 对任何人也不能生嗔恨性 更何况是功德的根源 就是金刚上师来生嗔恨性 他的罪过非常大 西藏有一个老喇嘛 这个老喇嘛他有一个弟子 老喇嘛年纪很老了 精进的闭关苦修 这弟子的城市他也非常的尽心尽力 照顾这位老喇嘛修行 等于是相依为命 在老喇嘛常常做闭关 一闭关就是六十年 大大小小的关 把自己的这个佛法的 这个道业 逐步的来圆满 那有一天 这个小喇嘛就跟老喇嘛说了 我们这里有塞玛节 西藏有这个塞玛节 这个是不是听说有很多 很热闹 说上师我们去看一看吧 这上师之后 我们都是追随佛陀脚步的行者 那个喧嚣热闹 没有什么好看 留下来吧 精进吧 这样 那弟子就说 那上师你不想去 我去行不行啊 我没看过 这个他的上师就说 不要了 留下来精进吧 你看了会让你的心很散乱 久久收不回来 结果这个小喇嘛生气了 他说我辛苦承识你这么多年 找你去看塞玛节 你就不答应 你六十年的闭关 就像坐监牢一样 那么没有意义 就对他上师生气了 说他上师六十年闭关 像在坐监牢 然后呢 又讲了一些很不恭敬的 忤逆的话 就去参加塞玛节 从此以后 那一世以后 这个忤逆的小喇嘛 就下了地狱 然后到了这个恶暴 经历了无量无边 旷节的痛苦以后 他残余的福报 还能投生一次当人生 这样 但这一次的人生 就并不善美 也就是说很多人投他当人 可能智慧有问题 可能健康有问题 可能寿命很短 可能这个是得到 非常下劣 下贱的境界 投生 那这个忤逆的小喇嘛 他投胎了 就投胎到一个 印度的女人 肚子里面 这印度的女人 就跟他有业缘 他怀他的时候 到了这怀胎十月 他就不出生 那结果又怀其他的小孩 其他的小孩出生 连续九个小孩的出生 第一个小孩 老是住在他的肚子里面 都不出生 那这个西藏女人 年纪就老了 就有一天就是要舍抱了 舍抱以后 他就把这些村长 他家人找过来说 我这个第一个小孩 在我肚子六十年 他已经六十岁了 那我舍抱以后 你们把我肚子剖开 还是要叫他出来 不要让他 就是跟我一起去死 那这个事一直传到佛陀那里 那大家要给 当这个西藏妇女 他往生以后 大家要给他剖腹的时候 那佛陀也在现场 结果一剖腹 这小孩把他捧出来 还活着 那小孩出来六十年 应该头发挺长的 对不对 结果他是一头白发 有牙齿 牙齿也都残缺了 差不多快掉光了 因为你是老人 那佛陀看到他 一下就认出他 就知道这一段因果 这就是那个小喇嘛投胎 他说你是小孩还是老人 佛陀这样问他 刚出生那个白头发的小孩 竟然开口 我是老人 回答他 佛陀就把他带回僧团 那个老人 经过佛陀的调教 当生正阿罗汉果 为什么呢 这是一手果报 他无逆辱骂他的丧尸 六十年的闭关 像坐监牢一样 自己堕了地狱 饿鬼畜生 受了无量的痛苦以后 残余的人 人的人福 来出生 这个西藏女人 跟他有姻缘 在他的这个孕妇的肚子里 就是他过去骂的那句话 坐了六十年的监牢 在孕妇里 孕妇的肚子里 不是那么好受的 所以他在里面 看着他的兄弟 一个一个出生 然后他自己慢慢地老去 出来牙齿都掉光 满脱白发 结果又在佛陀的坐前修行 正阿罗汉果 终于解脱掉 为什么 他的前面恶业已经消禁 已经受完了 后面 他过去生 亲近上师 亲近三宝的善业 他会遇到佛 遇到佛法 所以他终于正阿罗汉果 所以像这个 我们讲的第三条 对上师生气的罪业 就不可思议 我们自己 在行者 你自己要把持好 自己的心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家